周末假期候选政营的败票行程不停歇 旧四爱花莲旧四继许拼 国民党提名的花莲市长候选人4号魏佳燕 今天前往重庆市场扫揭败票 他向摊商业者及消费者保证 只要是当选花莲市长会持续魏佳贤市长任内 对传统市场的政策之外 也将会致力改善市场周边交通动线 同时支持摊商争取经济部乐活名摊认证 针对市场内摊商招商等设施做全面的改善 希望为摊商业者以及消费者打造优质的购物环境 魏佳燕今天上午由哥哥魏佳贤陪同前往重庆市场败票 参选花莲市民代表第三选区的弟弟魏玉成 也同时一同前往 在购物人潮最多的周休期间 向花莲市民强力推荐问证经验丰富 而且最具行政魄力的花莲市长候选人四号魏佳燕 重庆市场自治委员会主委陈爱玲 以及副主委林永峰并送上好彩头 预祝三人都能够高票当选 摊商以及消费者纷纷与魏佳燕等人合照 并喊出四号魏佳燕动算 魏佳燕动算 佳燕动算 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花莲市公所非常的用心 包括有用数位的影像让民众了解到整个摊商的民众进出的状况 然后可以用手机跟电脑就看得一览无遗 那其实也非常感谢花莲市公所在重庆市场漏水的部分 其实也大大的解决 不然其实在早些年佳燕当市民代表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 只要下大雨然后他的管线跟那个接风处就会一直漏雨 那其实真的非常感谢花莲市公所 那佳燕未来当选市长之后 我们尽量来做摊招的这个部分 然后改善周边的一个交通的状况 让大家都也能够来到重庆市场购买的开心 然后用路也用的开心 因此他表示若当选花莲市长将会秉持魏佳燕任内的重要政策 另外也将会改善市场周边交通动线 以及全面检讨市场内的摊贩招牌 让传统市场成为花莲人最具口碑的购物场所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不到